李宗盛,李宗盛 掌聲在歡呼之中響起 眼泪已涌在笑容里 起目是欢乐送到你眼前 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 是多少恶劣和多少眼泪 才能够站在这里 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 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 小丑 小丑 是她的心酸化作喜悦 重现给你 是的 奎哥带来这首好听的小丑 其实呢 就是我们所有演艺人员的心情写照 那今天算是倪大哥的音乐纪念专辑 要纪念我们一代孝将 也是我们综艺的主师爷 虽然她离我们远去 但是她在我们娱乐圈所留下来的这些呢 非常珍贵的奉献 其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今天呢 把她 之前所有的好朋友 好兄弟 甚至呢 曾经被她提醒过的 所有的好朋友都在现场 因为她当初呢 她的演艺圈就是在台式 所以我们拥有 拥有她很多很多珍贵的画面 大家一起来缅怀她 那么今天看到高大哥啦 奎哥啦 还有露露姐啦 来参加李敏然 李大哥的这个专辑 倒让我觉得说 有点像那个 我们在开同学会 然后呢 学长啊 学弟 学妹 大家都来了 然后好像有一位同学 去了很远的地方 没有办法来参加 缺席了 是 其实刚刚在后台 我跟奎嫂呢 有在聊天 好像 如果真的 这几天我们这样忙 这样子流很多的泪 有一天她突然出现了 嘿嘿 我在这里 你们排忙了一场 我就是你敏然 其实生命啊 你不管是三十年 六十年 一百年 在宇宙的恒河里面 其实都很短 你活得精彩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们平常也不是天天在一起 你懂吗 她的精神 如果像现在 大家都对她这个十年 人家所谓的贝极 哀荣 我觉得我们应该替她高兴 对不对 你今天你说 就算是很多朋友家里 你可能跟你父母也未必住在一起 对 心在一起 你知道你要让精神永恒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她 她以前种了很多的那个 那个种子 她跟大家结缘 这些人都受过她恩惠 那这一次的事情 我觉得为什么会 她的这个报导 就像所谓人家说元首级的 总统级的报导 她这里面的关键 是因为她三十年的付出 所有的台湾人都觉得 好像我们都受过她的欢乐 跟那种 对她的一份感恩 没错 所以现在大家就变成 变成大家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能说 走了一个演艺人员 不是这个 其实不是 如果是走一个演艺人员 那么就 小小的登一个报导 那电视播一下就好 为什么会那么久 而且你要知道 李敏然的特长 就是她可以编出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剧本 所以这个剧本 正好在感动的台湾的人 大家就随着她的剧本 一直看下去 那个熊亚琳 大姐 我们亮哥 还有蔡龟姐 也都在现场 以前大家已经都相处过 很长一段时间 对 我跟李大哥相处的时间很长 因为 早期台湿的儿童世界的时代 那个时候 启蒙是亮叔叔 亮叔叔在台湿 这个 那个彭是现在在隔壁 做儿童世界 亮叔叔因为华士的成立 跳槽到华士了 那时候台湿 人家 亮叔叔走了 那儿童世界没人做了 那时候只剩我 我还是个小孩子 我也不能单独 独挑大梁不可能 倪大哥 这个刚刚好出现 刚退伍没多久 他就来接了这个 儿童世界的主持人 配合了另外一位老师 姓林 林老师 那么我呢 就当助理 那倪大哥跟另外一个 林老师主持 然后小燕姐说故事 回哥呢 当初是跟倪大哥一起出道的 我们一起出道的 你最清楚 他在当新人的时候 那时候的辛苦谈 对对对 我们在刚出道的时候很辛苦 那个时候有太多人想挤进演艺圈 几千个人 最后只剩几个人存活 那为什么那时候我跟倪敏然方正 我们那时候在七重天歌厅 我演一个叫小猴 小猴就是很调不一调但是小猴 然后倪敏然方正呢 他演马演牛 演动物 演动物 这就是那个牛的那个造型 那时候就很流行歌中剧 歌中剧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也有很多什么 钱荣荣啊 王妃啊 那是最老 王妃 最老一代的 那个年代的 最老一代 可是我跟你讲 说真的 倪敏然 倪大哥 高大哥 奎哥 你们给我们的印象 都是没有那个新人的时代 就好像一认识就是一哥了 因为他真正在当新人的时候 你们还很小 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跟倪敏然 方正三个人 在七重天倒闭以后 我们三个人就扫地出门 被你们唱倒的吗 差不多这样子了 然后呢我们三个人呢就去跑去演戏 跑到真善美歌厅去应征 那么真善美歌厅那个时候 我后台主任叫做苏泽 就五百万 五百万 五百万 对对对 他录取我们三个 我们开始开架 我们三个人演戏 开架多少钱 两千块 两千块 那时候很大的钱啊 两千块 两千块 五十几年啊 那钱是怎么分的 两千块 然后一阵乱杀 七百块演不演 演 你也杀太多了吧 太没原则了 两千块被七百块演演 你开架开两千是不是 你开两千杀了七百 然后演了三天被赶出去 为什么 你不知道在演什么 我们三个外省人 真善美歌厅完全要讲台湾话 那时候唱日本歌讲台语的 那我们这时候还讲得 演了三天 苏德说 你演什么 拜托 我都听不懂 可是这样不是会更有效果吗 那听不懂 还都没有效果了嘛 对 听不懂 没有用 然后最重要的是 给我们酬劳 两千一百块 为什么 一百块 三天嘛 今天七百三天 七百二十一 然后一百块现金 两千块支票 结果一百块钱 我们就跟方正 我们三个人 尼米兰三个人 我们就吃肉肉 把他吃掉了 剩两千块支票 哪都不知道干怎么办 你说不懂支票 方正说 我知道 我这张支票 拿去换一张支票 然后上面写多少 就可以领多少 真的有这种事吗 天方夜台 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情 方正拿我们的两千块支票 去买了一张芭蕾票 真的 填了数字 填十万二十万 填完之后 跟谁领啊 那一定没有了嘛 方正后来是不是 就为了这件事 忏悔现在去当牧师 我告诉你 为这件事情 方正被尼米兰跟我两个人 骂了好几年 太笨了吧 连两千都没了 既然你对尼米兰那么熟悉 我想问一下 尼米兰我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在表演的时候 她是在中壢歌厅表演 但是她身边带了一个人 叫刘莉莉 那是什么时候 刘莉莉 刘莉莉她是怎么样跟她开始的 因为她在演台式 她是我们三个人最先红的 谁 尼米大哥 尼米兰 方正跟我三个人 最早红的就是尼米兰 那你们三个既然一起出来 为什么你没有先红 你有没有研究过这个 有 分道扬镳了嘛 我有研究过 她在演台式的《青宫禅梦》 对… 她演《小德章》 小德章 一炮而红 她那个金片子 她为什么演得好 因为她会说相声 我们那时候在一起 每天这样对着就讲相声 她那个小德章演得真好 然后就跟那个刘莉莉 开始去表演 到处去作秀 那时候我在蓝宝石 在那边铸唱 一个月三千块 她已经来作秀了 对 作秀就算天了 算天了 不得了 对… 她来作秀啊 那个刘莉莉还真糟糕 蛤… 她们两个人的歌 这首歌都实在是弗来死 都不怎么样 她们那个歌真的不怎么样 我们两花的船 而彩虹里 你这个歌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她能够这首歌唱到最后 哭着下台 为什么 高高兴兴上台唱 唱到最后哭着下台 怎么回事 她唱不完了 唱不完 一个我呀一个你 就好像两交零 我们两花的船 又来了 德雅的浪有情 德雅的没有意 就好像两交零 那个种意义 我两一挑喜 我们两花的 她唱不完了 唱到最后 我们两花的 你是不是下去了 哭下去了 这个事我知道 知道 她唱不完了 她跟牛莉莉小姐 我到现在 她对我一定很深刻 我常常跟在她们旁边 她们两个常常去作秀 就是 当初最早的就是对手戏 演那个歌剧 歌剧 对 就是说唱一首歌 然后就演起来 是她们两个开始 最早发明的 最早了 小妮的贡献 小妮的贡献 对… 她们那个时候是说说唱唱 后来也叫说说唱唱 后来也叫说说唱唱 只要是这个 当然这个东西 既然是谈她 她的事情都不能漏掉 那个时候她跟牛莉莉 是纯粹台上的partner 还是她们私下 其实也是很好的朋友 应该是 纯粹台上的朋友 真的吗 真的吗 纯粹台上朋友 私底下的事情 我们一概不谈 对 不是 那个时候她 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 人她会照同样的方法 做同样的事情 谢谢 这个是可以研究的 我干嘛 你这样逼问啊 倪大哥在听 历史不能篡改 对… 我们要把它找 她跟刘莉莉很好 是那个时候的人 是很羡慕她们的 历史是不能篡改 但是不能以此类推啊 这就是很远的嘛 每次都这样子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这段VG 民国66年邓黎君的专辑 我们来以此类推一下 对 来看一下 小晶晶 我… 我可以睡觉了吗 你睡呀 好 谢谢 我睡觉了 米明啊 你去看看那个客厅的灯 关了没有 关了 你去看看吗 好 我马上来啊 关了 关了 那好啊 小晶晶 我现在可以睡觉了吗 你睡呀 米明啊 你去看看那个瓦斯炉 关好了没有 今天一天都没有吃饭 没有开过嘛 我不放心嘛 你妈 我亲爱亲 不放心 对不对 对不对 多跑一趟 根本就没有事情 真的啊 小小小晶晶 我…我可以睡觉了吗 睡呀 好 米明啊 哎 哎 你再去看看那个大门的锁锁好没有 去嘛 大…大门 嗯 大门 大门 我把那个木头顶起来了 好 哎 小…小晶晶 哎 我现在可以睡觉了吗 可以睡了呀 啊 我睡觉了 好 米明啊 哎 哎哎哎哎哎 你…你到底还有什么嘛 我是不是可以睡觉了啊 哎呀 你可以睡了呀 啊 好 我啊 该倒轮到我唱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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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多厉害 很厉害 他摔跤了你看 也很碍眼 他那个摔跤是一绝的 一绝了 而且还QQ的哦 摔下去脚还火起来就放下来 就放下来 66年这样的剧本 其实已经很好笑了 那个时候风气很保守的 对呀 你对女歌星也不可以乱来的 对很保守 所以这样子眼睛是 含蓄带通 带一点点好像有一点颜色 对对对 最了不起的就是我 我感觉到他每一个话都可以提醒人家 有一所觉悟 像我啊 我真的很感谢你哥哥 其实我以前 每次上台的话 我都会装好几个那个Sponge 真的 刚才跟你这么表情啊 真的 我在听呢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他就讲说 他介绍一个 哎呀我不知道他怎么介绍这位小姐 真的是 说身材没身材 说这个高不高啊 说什么都 通通没有就对了 然后介绍出来 哇真的啊 你塞那么多不累嘛 真的啊 后来下台他就跟我讲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也可以走丑角啊 你不漂亮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不要塞得那么累 搞不好平胸也是你的特殊点 那我就 说的也是喔 好啦 以后我就以丑角出现 所以我很感谢他 所以就很成功 算是点了光明灯啊 对 对对对 你讲对 黎大哥最喜欢碰到新人也好 或者他最喜欢跟人家概念 对 我讲概念 他常常跟这个奎哥他们也吵架 有时候跟甚至跟高大哥都会吵起来 我这个idea怎么样 他灌输你概念 碰到新人他会告诉你怎么样 所以今天黎大哥 在演艺圈做了一件事情 叫真的是播种子 像在镜头啊 对啊对啊 摇一堆 所以他从来没有自己割道子 割道子都别人在割 别人在割 所以他今天有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跳出来帮他 对啊对啊对啊 严格地讲 他已经种了很多的福田 结了很多善缘 是是是 每一个人都可能经过他的一个指点 然后找到一个方向 我想这个很多人都一样